哇,我们来表,我们来表 哈喽,大家下午好 我们谢谢安妮 我们在咖啡品 第一公司HQ那边的咖啡品 对,来,我是Chris 我今天讲我先啊 我是Chris 然后我旁边有两个非常专业的人 这两个人哦 你们知道什么叫pharmacy 药剂师吗 药剂师哦 就是那种要读很多很多书的 因为一种药要懂很多书的 哇,这么多种药哦 对我来讲是粉啊 可是我这一个叫做Angeline O 她做了11年的药剂师 我这一位做了6年的Albert 6年的药剂师 现在这两个有药有专业不要 然后竟然来比翼卖酷 还是这么不带咩 哎哟,我真是不明白 我可以请问谁先,谁先上线先 OKOKOK,我先我先 等下我要讲啊 其实我们两个哦 都不带哦 是因为卡 哈哈 这位美女哦 可以让两个要去吃 迟迟哦 为什么叻 为什么叻 不只是她的收入 而是她 她的那个 那个火啊 她可以让你看到哦 除了你的正业之外 外面还有一个不错的行业 哇,哎,其实没有不可以这样的 你们真正被弄到你们进来的 先是你们的上线先 大家是自然的,但是你功不可过的也是 OK,你看啊 她的上线是叫做 迈克君 是一个老板 老板哦 从下面挖挖挖 就挖到药剂师 因为有时候哦 打工一出 哇,你是老板吗 你厉害吗 然后你是打工的嘛 转业很难会crash到的 可是今天哦 你们都疯狂在做比翼嘛 对不对 然后你也是因为在比翼两个月 嗯 然后你就负担了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哦,我要讲什么 你要讲 呃,产品我就觉得不需要讲啦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有产品见证嘛 对对对 我们今天在比翼抢货 就是因为比翼最新出的啊 sansgo嘛 然后我们就碰在一起咯 这样你可以跟我讲 你做专业的时候 跟你跳进来做比翼 你看到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让你全职在比翼呢 而且在短短的两个月呢 因为其实 其实我一直都讲一样 因为其实哦 我最近 我就是 读了这么多年书 做了这么多年工之后 我发觉 诶,我现在要进修了 我想要进修 其实 哦,你本来有这样子进修的啦 但是你想看我进修哦 我又要做工哦 我没有这个时间啦 而且你要 你如果停工又不行哦 你要有收入嘛 对不对 诶,结果我发现到 诶,有一个行业是 freelancer的哦 但是freelancer又担心做不到 做不到次嘛,对不对 所以我选了一个 比较niche market的freelancer 怎样你会觉得 BE是niche market呢 因为才三年 但是公司又够稳 然后marketing plan 又可以work 然后重点是我真的看到钱了 然后过后我的上线 都可以给到我看那个payslip 这样我就觉得 诶,这份工不错 我又可以花时间去 上我的课去进修 让我成为一个更专业的人 然后同时我也不用烦我的生活费 可能甚至会高过我的薪水哦 哦 我之前的薪水哦 我觉得ok啦 所以你是因为 本来是想要进修啦 at the same time 进修 你又可以做一个副业 这样子的啦 对对对 这样子你就开始做了比喻咯 对对对 这样子你做比喻怎样 可以讲是副业吗 可是变成副代吗 呃,是我的主业了啦 是主业啊 但是 但是就是我还有读书 读书不是职业吗 啊 所以诶,这样不错哦 真的真的真的 我现在哦 我体会到一样东西就是 自从我 没有打工 我辞职之后啦 不是讲打工不好 这样我之前做的工作 老板也好 上师也很好 但是我就没有时间进修 你会发觉到 当你有东西要做的时候哦 你在打工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自由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 因为自从我在这里做了之后 我发现我有更多的时间自由 我可以去做我的东西 我现在上课没有问题诶 我可以进修几张设计回来诶 哇,对啊 其实我们最希望是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嘛 然后重点是哦 我除了读完书之外 在家里要睡醒了 诶 就在家里用电脑跟客户聊天啊 然后跟客户讲一下这产品啊 怎样帮到他 这样子就关心了诶 诶 所以你做到比喻开心吗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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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不只是在赚钱方面 不只是在我时间自由方面 还有就是我发觉到 我跟人的bonding更强了 我跟比喻交汇我做人了 啊,这个是我 这个拉我直直的上面 啊,这个是大老板 大老板 X大老板 这是B的大老板 哈哈哈 我就觉得真的是在这里也学会怎样去更好跟你来沟通啦 所以间接你也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齁 你就把你一个好朋友 就是读,读,读,读这个齁 就把它带进来了 嗯,OK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office嘛 那时候你才考虑要买东西了吗 那时候 对,考虑要买罢了 啊,考虑要买了 然后我们就见到啦 那个是过去我们不讲今天 不讲那个 然后他见了,回来,来了公司 遇到我们 我们就让他给他知道 我们为什么做比喻开心咯 对,对,对 然后你就买裤子回去试了 对 然后那个过程跟现在不带吗 我买了裤子我也没有想要做的 其实 对,然后 因为十一年的专业是真的是很厉害 可是其实我在找着机会 哦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适合我的机会 哦 对,所以其实我有在几个MLM的朋友身上听过了 可是最后我选择比喻 哦,那个时候你是在找着机会的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做pharmacy的工作 如果你讲你没有家庭啊 或者你没有其他东西要做啊 你稳稳那份工作是ok的 哦 可是哦,你要想到我有孩子哦 对 对,然后晚上十点才到 十点多还到家 我十点才放工 我哪里有时间给我孩子哦 哦,是吗 因为做时间很长 对,对,对 然后我孩子全部都complaint哦 嗯,又没有做东西给他们吃 又没有陪他们 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机会 就是我可能给我自己 一些时间去做这个东西 对,我也跟我老公谈了 就是他给我时间去做 嗯,然后上线他就给我看到 他做得很不错 嗯,然后我就觉得可以 呃,拼一下 嗯,这样你的拼一下是拼了几句 我从9月多拼到现在咯 去年9月 嗯,嗯,嗯 9月现在是3月 对,我差不多是6个月左右 5个月这样 我12月的时候是最后 5个月不到 啊 因为我差不多 9月 5个月了差不多 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12月是最后一个月做工哦 可是有一些人讲 因为毕竟打工习惯就是拿薪水嘛 知道月我会拿嘛 对 有一些人讲 诶,这种freelance做爽爽就好啦 不稳的啦 然后你怎样可以全心这样的放下来 就存值了 因为我觉得他有机会可以被诊 被诊 对 可是我在如果做reel的话 他的薪水比较 呃,一样 对,会比较难上 OK 他可能会上一点点,可是不会被诊 是没有被诊这个东西的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个机会 有没有发觉到自从你做BE过后 复旦了过后 你的身体健康好很多 跟家里的关系好很多 有有有 诶,讲一听,这个这个来给大家听,我不懂齁 有之前我会一直头痛嘛 穿了裤子就没有了嘛 OK 然后我因为太 很stressed啊做工 这样吃回家 不够休息 然后我就血压高 哦 嗯,血压高 可是虽然我喝了比few啦 but我现在挺 我现在比较少喝了 可是还是很control的 我的血压 对,因为之前真的是很不能 因为休息不大咯 又stress 对对对 我很stress 10点到10点都没有时间陪孩子 对对对 不简单的做妈妈 又要做工 其实真的 我觉得女人很强大 女人比男人强的 哈哈 因为哦,女人可以先多支 这个我认同 这个我认同 所以女人是最厉害的 对,这个我认同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上线很好啦 就是有时候可能我 会顾家比较多的时候 他会把我拉出来一下 提醒我一下 因为我们女人有时候 会比较倾向于家庭一点 所以我的上线会很好的提醒我啦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对我很好 好像一个家庭这样 我觉得很warm 很好 这样子你真正 你在鼻翼现在已经六个月了嘛 嗯 你看到鼻翼的前景 你打算是怎样 你觉得他可以去到几远 你觉得你可以去到几远 我现在 我现在 我可以去到几远啦 我可以去到几远啦 我现在是RCA嘛 我现在是RCA嘛 我跟RCA只是差一个C罢了 你知道吗 我差一个C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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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RCA了 这个你觉得别人做得到 你也可以做得到 以前你做工的时候 你教肌师还有更高的嘛 Aerian Manager咯 Aerian Manager咯 Aerian Manager咯 这样我不懂 现在进来这里了 过后我有更多的街机可以爬了 对 而且你还可以做国际咧 一个国家做完了先了 明天我们就去台湾咯 哎呦 台湾好像Diamond了咯 哎呦 我们明天去Hawaii啦 Hawaii 哇 你怪不错咯 哇 哇 哇 国际整天咯 对对 如果做RTA真的是不能去的 就是老板的身体 不是我的生意 我只是一个员工 对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毕竟打工是打工 由老板跟你讲 你要做什么嘛 对对对 可是BE是属于自己的生意嘛 嗯 可是打工跳去生意 你有发现到 什么不一样 跟你遇到那个难题 可能你还没有试过要解决 遇到什么难题嘛 对不对 我觉得Self Discipline很重要 哦 Self Discipline 他真的是一个生意人 他是老板 所以他很Self Discipline的我 对 我们有习惯了 可是打工的人讲真的啦 我很Self Discipline 你们两个 因为打工的习惯在那个舒适区 对 然后你突然间要叫他自己 Monitor他自己啊 比较难 他很难啊 对 你们两个很坏 所以我在讲我Self Discipline 你哦 因为你跟Michael 我们就来了 你们好厉害哦 Self Discipline 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在这边 很大挑战 挑战啊 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做得到的 对 我觉得要面对跟解决 你才可以更上一层楼 对 停留 如果我一直打工 我就停留在那边 我不能再上楼 有很多人会停在舒适区 像你讲的 哎呦我这样子打工 我的工坚也是很好的嘛 你的工坚 可是你不需要改变的嘛 就是因为家庭 对 家庭啊 还有时间的关系 对 我真的是需要时间的Flexibility 自己安排时间 对我们来讲 薪水是ok 但是Flexibility 时间上的自由 比较重要 对 对 这样子 最后我想要问你们两个人 在BE 除了我们讲钱财 钱财是肯定我相信在哪里都赚得到钱 可是BE 可能你的付出 可以来到更多 更远 除了这个呢 你其实开心在BE 做到些什么 满足感啊 感恩啊 当我看到我介绍的一些product 给适合的人的时候 然后有效果 然后在看到我的下线成功上位的时候 那一份感动是真的不一样 跟你在打工不一样 你打工 你一个人成功 顶多给你上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 你不只是一个人可以成功 你可以带很多人成功 你感动哦这个 对对对 那你听到上线这样讲这话你有感动吗 有 要不然我就没有进来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当Angeline讲她 她的那个颈椎那个问题 现在好很多了 她本来是要看专科的 现在好很多了 我就当下觉得值得了 就算我为这个东西吃之了都值得了 OK 非常好 到处有你咧 有什么东西要跟你上线讲吗 没有 你要我哭 不要弄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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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她很好 我的上线真的是很好 你的上线是谁 这个 还有Mr Michael 他们两个都不只是帮我再比一 然后我很多其他的东西啊 我的缺点什么 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帮我改变 然后也不嫌弃我 可是有时候人家讲缺点要改哦 很难的 就到我讲话了 我们是很努力在帮她 但是我也要称赞Angeline 她有一个不放弃的精神 就算她知道她的缺点 但是她敢面对 就是了很多人 她会讲说对是我懒 我会去努力 OK 然后她会接受意见 对 最重要是面对自己的求误 你知道自己有问题 但是你讲不出 你跟人家讲说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很难啊 等等等等 这样你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他还会在做呢 对她讲她的问题 她讲得出她的问题 她接受 然后她听人家的意见 很好啊 很好啊 反正有些人懂 可是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她会啦 所以我知道了 我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跟她讲 你有我以前的 那种思思文文的 我讲话 你应该多两年 就像我这样讲话 大大声了 我希望 我希望 对对对 我要努力 不要改变我的那个 坏习惯 对 然后也是成为你的孩子的 把你孩子几岁 对 六岁跟四岁 你的孩子会讲完最难了吗 还没有 所以要叫他们 要带她出来 我姐姐的孩子会的 对 要带她出来 真的 真的 所以你看到你的孩子 会讲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逼他 是因为他看得到 妈妈很开心 妈妈我也是要做比译 到时候我看你哭到比利益了 你为你的孩子 找到另外一个梦想 对 而且你孩子会知道 什么叫目标 做人要积极 要帮人 但是 父母的榜样很重要 来 到最后了 来 麦克俊进来 最后 一分钟完了 没有多太长了 什么事 这两个是你的主缘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上限 然后人家是做 他每次讲他很温柔的 可是我就不可以给他温柔 人家是 国际企业家 哇 来 当然是国际企业 对 来 靠近点 这样 你这两个主缘 你有什么话给他们 哦 他们很棒 其实有一些主缘做 他说 法马西女追现在我们的 这个组织里面是好事来的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是不懂 但是他们以专业来跟我们讲这些东西啊 让我们学得更多 但是呢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去分享的时候不要以太专业的方式去跟人家分享 因为听不懂 说人话 说人话 对对对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有时候啊 他们是专业惯了啊 你讲解的时候就是讲专业的东西 令人家觉得 哎 这东西好像很难做 你知道吗 所以每次跟他们讲说 这是普通人的讲话方式 这样就好了 然后叫他们去看安妮老怎么讲话 安妮老就是很深话的 像克里斯邦也是很深话的 这样就够了 我是不是讲狗话 啊他讲狗话 但是我愿意去学你的狗话哦 哈哈哈哈 你看啊那种 是狗分的可以上RCCA咧 你知道吗 所以要跟 哎你气到我啊 哈哈哈哈 OKOK我们今天是开心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阿上仙 你们看到那样东西吗 老板跟谁都好 在BE我们做的很开心啦 虽然我们是旁仙 我要讲一句啦 克里斯邦真的是我们的主持的贵人 因为他们一直来又看到克里斯邦 他一直来又看到克里斯邦 因为克里斯邦 而且他们被烧到 我觉得是原本啊 也不是所谓什么贵人啊 然后我去澳洲的时候也是 认识他 所以他也是烧到我 原本原本 所以他是我们主持的贵人 我觉得因为你讲话一针见血 你不会是那种 哎呀哎呀假假假假假的 你就是直接讲了 你要为你的未来负责 对不对 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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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活在人家的口里 还是活在你自己的梦想里 对不对 你就会讲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们在你的行业这么努力 只是赚这么多 如果你们在BE 一样的努力 也是赚这么多的 我觉得 BE真的是难对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啦 真的可以让我们缩短我们的成功的路程啦 对 然后做我们更加多的时间去做 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去院了一个人 年轻人 还是这样子 我就觉得 哎哟年轻人 我讲如果我像你这样子的年龄啊 我遇到啊 我刷几环子鸟咯 说短 好几多年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呢 还看不到 但是不用紧啦 我们就做该我们该做的东西 如果我可以在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 遇到Prispong的话 可能被烧到我早一年就做了 不要紧啦 原本未到嘛 现在不迟啦 你才三年 所以在这边听的人 你们要知道 要影响药剂是不容易 可是如果连专业的人 都会看到这个平台 专业的人不可能进来去骗人啊 对对对 所以如果连专业的人 连一个老板和一个宠物美容师 这边四个不同行业的人 都能够在比喻闯罪遍天 在这边的你们 来吧 还等什么 来 快点去比喻我们四个人其中一个 好 谁人都可以 只要你开心 对 好啦 拜拜